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唐丹大家是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女棋手 她现在好像是在北大上学 对 北大读书 也效力于北京队 对 她多次率领了北京女队 获得很好的成绩 唐丹选择了中炮布局 这也是她喜爱的开局 那么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炮八平六 炮八平六 形成了反攻马 对 刘豫现在炮八平六 很有可能形成反攻马 咱们只能说很有可能 因为她握条边马 可能还是另一个格局 对 是吧 我觉得刘豫她形成反攻马原因 是不是为了避开唐丹的 这个主要 因为我感觉刘豫是曾经在河北训练 那么河北的尤其像颜文青大师 对反攻马都是非常有心得的 研究有素 所以说她可能也是得教于此 受益于此 所以说现在她选择了反攻马布阵 来看看能不能与唐丹抗衡 下刀阵反攻马我们过去也讲过很多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视角炮 今后有串打的手段 来抑制红方挑正马的攻击 这是它成立的一个关键 反攻马也叫夹炮屏风 对 夹炮屏风 它的炮很灵活 今后如果对方冲中兵 我可以还中炮 如果过河鞠 我今后对居之后 你杀兵 我炮六退一 形成屏风马 它总是在两大流行 主流布局顺炮和屏风马之间来回的转换 非常的灵活 这是它的特点 下到这儿 唐丹炮八瓶六 我觉得这个炮八瓶六 好像也是唐丹非常喜欢的一种下法 五六炮 我印象里唐丹应该是喜欢进攻的 但是五六炮这个棋 同样有很多激烈的变化 当然了对反攻马 我们主流大家非常喜爱的两大布局 我觉得我原来小时候下棋也是 一个是五六炮 一个是五七炮进三兵 我印象里跟唐丹做队友的时候 他好像喜欢骑横车这样冲冲兵攻击反攻马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 但是五六炮这个变化 恐怕也是对反攻马的一个主流布局 对 那么他现在选择了五六炮 五六炮 实战走的是这样挺足 足气 这步棋非常的有意思 很多朋友们都应该了解 在这个布局下 黑方的大家认为的正招 也说关子是走鞠一平二 出鞠好 对 他是加快出紫 因为反攻马特点就是鞠出的慢 那么现在红方已经鞠一平二了 黑鞠 左路黑鞠很难说出动 那么黑方选择鞠一平二 李老师我记得我小时候学的时候 老师是这样讲 这个炮平开或者平久的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 黑方就把鞠出来 对 主要是为了抢鞠的速度 那么正常的下法是鞠一平二 红方如果马八 近七 近七 黑方 炮二平一 炮二平一 炮二平一以后 这样双方各出一个鞠 红方还是发挥他的先手 挺足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这是他的先手优势 这是他的权利 因为他红方先走一步 总不能让黑方马七进六控制 对 那么而且这步棋是一个先手 下到这儿 黑方有几种下法 有补式的选择 还有补向西进五的选择 还有什么 向三 不 十四进五 有十四进五的选择 主要是这三种 双方将形成一个非常丰富的对攻变化 这个也是流行的选择 那么这盘棋 咱们说了 刘豫对反攻马应该有一些心得 而且他面对唐丹 唐丹的布局非常的熟练 而且研究的非常深 所以他可能也想回避一些流行的东西 寻找一些变化 这个也是有趣的选择 唐丹他是一名非常用功的棋手 对 他现在在北大读书 但是也没有把这个学业跟这个棋能相结合 并没有荒废哪一样 红方马八进棋正常出子 黑方 黑方十战公尔足三进一了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曾经有一些棋手选择的是 仍然是量居 量居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他主要的变化是红方居九居八 黑方浸泡风居 浸泡风居 红方 兵七进一 兵七进一以后 红方今后有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这儿踩中路踩中足 边上他今后还有一个兵七进一 巧过兵 李老师我懂 这个时候我明白 这个炮这样划过来 一个是调整阵型 第二个是针对您这样跳马 对 现在黑方 在这个格局下 有一个非常精巧的手段 就是炮六平四 虽然在部署上它损失了一步 但是它这步棋的效率非常的高 它有 它第一个效率 就是我平炮以后 控制了你马七进六的攻击手段 而且还有一个 大家看 如果在这个局面下 这个狙炮封击 它是起到封锁作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 它不敢对击 我懂 它没有这样的对击手段 对 因为对掉击之后 中足 失手 失手 那么这招起好处在哪 咱们说了它浪费了一步 我炮八平六 又炮六平四 浪费一步 但是它这一招起有两个作用 它起到了一个高效率 一个是封锁马七进六 还有一个目的 它又把中足护卫的作用 换到了七路马 而这个三路马 它就一个任务了 就是保护地区 今后待机可以平炮压马 或者平炮打兵 形成一个可以抗衡的局面 那么当然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经过演变 也找到了比较妥当的 妥善的进攻方案 就是娟尔金 娟尔金四 娟尔金四 李老师 我记得这个时候是炮打兵 娟尔金四这条戏很好理解 就是准备 兵三进一 腰退完之后 我这个马上不去 我可以把三进四进攻 对吧 但是刚才说了 我已经把看护中族的重任 交给了七路马 七路马 那么这边就可以平炮 炮 对居了 而且它打掉一个族 占得了一个便宜 对 物质上的优势 那么 红方 对居 黑方这时候打相不好 因为打相之后 就属于孤炮深入 孤炮 没有配合 红方恐怕出子速度会领先 所以现在黑方也暂时 先这样吃了 对 先不打 再待机而动 待机而动 红方也不可能去飞向 因为红方要飞向 等于就浪费 就是缓了 缓慢了 缓慢了 所以红方现在抓住 这个瞬间的机会 炮五金四 炮五金四 炮五金四的话 黑方 马踩 只有踩掉 那么他再换中炮 把这吃回来 李老师 我觉得这个气 好像很紧凑 对 现在通过这个手段 红方就是 有一个正中炮的先手 而且今后打完之后 还可以补向 现在黑方很难办 为什么 如果你打向的话 虽然占得了一个向的便宜 但是红马也顺机找到了一个进攻的途径 红方的狙双马炮都非常灵活 黑方恐怕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李老师 我好想这样冲一下 你冲一下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就随便躲个狙 今后你即使打将拱 他退是先手 关键这个空头炮是很厉害的 你这个空头炮是最后你迟早要去补试像 然后他回头再处理你这边的问题 你的狙太慢 黑狙太慢 所以这个旗即使冲红的 也仍然不会影响红方的攻势 甚至说他可能就缩回来 你也没办法 今后打完马 我再飞向 你这个兵还不太好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旗黑方恐怕要飞向 先补个向 然后打将 然后你打将 这样你补试要补那个试 为什么不能只补这个试 你补这个试 以后底居就抬不起来了 什么时候抬起来 什么时候给你打将打回去 所以要补这个试 补这个试 那么红方再补向 下头这儿 黑方应该是稍差一点 红方出子速度比较快 还有中兵 中兵今后甚至就可以直接冲过去 双马从中路盘旋 出子速度上红方明显领先 所以这个旗虽然黑方耗六平四很精巧 但是结果恐怕还是红方易于掌握先手 在这个局部下 这个划炮是非常好的一个旗 对 那么给借着这个机会 也是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个反攻马的布局这个特点 那么足期进一之后 红方是马八进七 黑方现在没有选择 居居屏二 实战中黑方走了一个足三级 足三级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 这个变化作为我来说 最早是见到的时候是胡老师 红方老师的反攻马专辑 对这个布局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们也是趁着这次机会 给大家介绍一下反攻马专辑中的变化 那么下到这儿红方出居 黑方不是 这个局面大家一看 就是红方出子非常的紧凑 你看他一共走了六步骑 全都是大子 双居双马双炮 全都是投入战斗 双居出的很快 两个直居速度很快 但是黑方的特点是双马活跃两头蛇 但是问题是双居有点缓慢 李老师 我小的时候学这个反攻马的时候 我挺喜欢反攻马 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看 这个炮 看着这个炮 这个马可以跳起来 这个居可以出出来 我小的时候对反攻马是特别的喜欢 对 这个刚才就像十四旋说的 反攻马的布阵非常公稳 它的特点就是 如果能战斗到后半盘的话 它会以阵型的优势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残局的结果 就是问题是你能不能扛过布局阶段和中局的前半段 红方的猛烈进攻 因为红方的出局快 反攻马的就是俩军慢 如果你能扛过去 下到后半盘的话 那么你的阵型结构会领先 那么红方它肯定要调形 调形的过程中 你可能就有反先的机会 所以说这个棋 特点也是反攻马的特点 要求骑手有很深厚的中后盘的能力 那么下到这儿 大家看到是一个很明显的格局 红方居火 黑方马火 那么红方如何进攻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专辑中 比老师 我好像有一些想法 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棋的时候 老师说 如果你看到对方 有两个小竹子这样拱起来 那么第一杆就是要起个巡河鞠 跟他这样去腰队 在反攻马专辑中 这个棋 红方是一共提出了四种进攻方法 第一种就是绝尔进尺 就像十四季还说的 这个两头蛇 那么巡河鞠腰队兵 这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扩签手段 那么黑方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有对军的手段 对军 如果你说我不对 我要保持对冰的这种战术 那么黑方实际上 这时候有一个非常巧的招 向三进攻 不敢吃炮 好妙 如果你吃炮的话 马三进四 这个时候如果一居二的话 因为你双马不处 而且在部局阶段 一居二 结果恐怕是对黑方非常有利的 因为双鞠的战斗力也会很强大 咱们有一居十字函的说法 一居十字函 那么如果你不吃炮 现在等于这个期 黑方强行补起向以后 黑鞠的出路非常顺畅 咱们刚才说了 黑方双马火弹双军 但是如果他现在能强行飞起向来的话 他的鞠并不满 G9平8已经出来了 今后出鞠先手捉炮 再把这炮进入炮尔尖二以后 黑方防守阵型非常强 像史思强刚才说的很漂亮 对吧 可是李老师 作为红方来讲 这样让你补起来 还不能这样吃炮 我觉得好像很委屈 心理上也很不舒服 那么他可能就要对掉 但是对掉之后 这个棋 你腰队兵的手段也就消失了 那么下头阵 今后黑方 如果你过河居 他仍然是马七进六 今后再马 因为马八进七 然后再马七进六 形成一个下一着波 你要冲兵的话 他仍然可以马七进六 这个马来压制五六炮 现在你看到中兵虽然冲起来 但是你马都盘不上去 这样今后他可能平炮飞向 继续居一平四 攻击你视角炮 这样显得 红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手段 因为黑方很厚 对 阵型优势 刚才说了 他有阵型优势 对 他就显现出来了 那么再往下演变 下到中后盘 那么他的阵型优势 可能会演化成更大的实力 实力 对 所以这个棋 是第一种下法 第二 就是 李老师 要是您这样讲的话 假如说我要是掌这个局寻合 对了 这是专辑中的第二个变化 就是还是要对兵 但是他选择了居八进四 这样的话 我想就是避免一点 就是这个居不太好对 这样的格局 那么黑方反弓马本身 他比较好的阵型 就是现在马七进六这个局面 因为他看护中兵的任务是三路马 他很想用七路马来站到盘和 盘和马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红方还是黑方 谁抢到了 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马有八面威风 他在棋盘中间一割 控制的点非常的多 这也是他抗衡的依据 但是这个时候 红方就要对兵了 红方对兵 黑方只有吃掉 杀掉 然后像飞向 不像 这个局面 当然红的可以继续对兵 如果继续对兵 恐怕是红的略好的局面 专辑中当时的招法是马七进六 腰队 因为他红方腰队也无可厚分 因为刚才说了 盘和马 这个威力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棋 就是他希望能把你尽快对掉 对掉 对掉 这种制高点的那马 消灭的制高点 对 然后我再看着双矩的速度 凭着我的双矩速度 看能不能争得一个好的 中矩局面 中矩局面 那么黑方也得接受了 黑方吃掉 但是下的这好像红方阵型还都不错 但是下一步黑方下的也非常的灵巧 红花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精巧的 有点夜底藏花的这种感觉 老师这双矩我懂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局先藏在马的后面 待机而动 这样跳起来 攻击很小 今后他有马三进二采菊吃相的手段 如果你来牵制他 那么他抛退一 展开反击 今后这菊还可以抓炮 炮可以打菊 这样的话 黑方阵型坚固 也是可以抗衡的 所以说现在这两种下法 就是红方 好 那么这个棋 还有一个第三种下法 当时介绍的是菊八进六 但是这个棋 恐怕就是黑方 最难应对的一种方案 菊八进六 李老师这一双棋 我不是特别能理解 因为如果您这样压马的话 黑方正好能飞起来 好 那么这个棋 就是在专辑中介绍 是对黑方的攻击力最强的 那么下面的变化也很多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再给大家来讲解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棋局 专辑中的招法 他认为是 菊八进六是最有攻击力的 首先它是准备配合中路的攻击 而且它是根据黑方的硬法选择 就是它有很多的变化 看你如何来 黑方如何来布阵 比如说现在黑方 假设还用刚才马七进六的手段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就有很强硬的手段 我懂 这个菊这样抓的时候 抓住了这个弱点 它不能飞向 它是针制了黑方 针制了黑方 现在进鞠一抓 如果黑方说 金马踩兵 红方吃 如果你踩 它吃掉 黑方这样是不是可以顺势飞向呢 现在这个棋 如果你向三进五飞向 它聚三退一 你这个炮必须要躲 或者出局勘 无论你走哪招 它在兵器进一 这样冲闪 顺利的把两头蛇对掉 这样红方的双鞠出动快 而且双马活跃 所以这个棋 黑方是失败的 鞠二进五好漂亮 对 那么如果黑方 如果黑方现在说 我避免你的牵制 说G8G6牵制我 而且对我中路有影响 我先躲开行不行 那么红方可能就冲中兵 如果你说不像 那么红方可能是继续冲中兵 李老师这个时候 我能看出一些问题来 就是说什么呢 现在这两个鞠就过于缓慢了 对 两个鞠有点慢 而且人家中路过河鞠 加上盘通马 进后有可能形成盘通马的攻势 直鞠 过河鞠 刚才为什么G8进六 它过河鞠也是配合中路的进攻 对 所以这个鞠现在已经 红方的优势已经逐步显现了 我亮鞠呢 如果你先拱 它马三进五 你出鞠 它十六进五 你如果进鞠 它泡流退二 下到这的话 下一步 红方炮五进三 炮五进三 这个阵型非常的漂亮 有很强的攻击力 所以红方是掌握主动的 所以G8进六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种攻击方案 当然这个局面下 后来黑方也研究出G1平二的抗衡手段 最后的结果也是 红方可能主动一些 但黑方也是可以抗衡的 那么这盘实战 唐丹选择了G2进六 这也是专辑中的一个变化 当时实战中 黑方应的是G1平四 G1平二 除了这个 在反攻马专辑中 黑方推荐的是这个 7进六 其实它也很好理解 当你抓 你得抓 你抓它 马六进四 准备要打G 如果你过河G的话 它马踩中炮 踩到中炮 飞掉 你看没有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巧招又来了 又来了 如果你再吃这样一跳 踩这个G 对 这个巧招一来 你就会发现 下着G1平四以后 我可以先躲炮 完了在G1平四以后 对 黑方这个马 咱们看了 有些爱好者会问 你这马蹦了多少步 挂了我一个炮 你是不是吃亏了 对 确实从这个马单独来说 是吃亏了 但是黑方给红方 留下了马炮阵地的弱点 这个马炮显着不是那么舒服 今后出击一抓 再进居的话 红方可能会受攻 而这个马被黑族制住 对 红方现在等于就是两个居火 剩下的马炮都很难施展 对 所以下到这儿 虽然在部署上 黑方可能有所损失 但是从阵型公稳 还有强弱 这个子力强弱来说 红方反而可能还略出下风 因为黑方现在找不到明显的弱点 而红方有明显的马炮 不协调的感觉 所以这个旗 黑方也是可以满意的 黑方 这个飞向 这样不怕吃炮 它总是能跳起来 那么这盘棋 刘玉可能也是对这个局面有所体会和研究 他走的是居一平二 当然这个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时唐丹恐怕见这个棋 他好像原来也下过这个棋 也有过一些体会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唐丹选择了先棋后棋 河东三路马 黑方 吃 平居压 长居 这个时候 这是通常的手段 退二 黑方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不管怎么说 黑方还是把自己这个阵型调整得很坚固了 对 那么唐丹在这个局面下觉着一时半会找不到好的攻击方案 走了一步炮物平寺 李老师 咱们刚才讲的这样滑炮 跟现在这样过炮 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他现在也认为中路现在可能黑方防御还是很坚固的 我的阵型需要调整了 但是这时候调整是需要的 但是这个时候调整 感觉上力量有点不足 实际这个棋 我们还是应该发挥巡核局的作用 继续对兵 继续对兵 这样恐怕黑方只有这样吃掉 对 完了 我吃掉 吃掉 然后你马七进六 因为它炮物平寺是为了控制马七进六 所以这时候黑方很容易马七进六 那么红方马三进四就顶住 这个时候不能交换 因为这时候要交换的话 黑方的阵型 因为这是根 对比较对根 如果你要这么交换 红方非常乐意 你阵型就不工整了 这个炮是看这边 所以这个时候黑方很有可能先出局捉向 对 出局捉向 那么红方平炮是个先手 平炮这样打马 如果你长 那它很有可能就补一个向 如果是下成这样 感觉上红方还是稍好一点 而且子力位置略高 感觉上 因为你要小心 它是不是待会有马斯特二的事 小招 马斯特二一登局 把你这个炮 这个炮一打掉 黑方的防线就可能要崩溃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下到这 可能红的还会稍微主动 红方的阵型也很好 对 阵型也很严谨 对 那么实战中 唐丹 他可能也是急于调整阵型 这个时候觉得阵型 这个时候黑方浸泡 李老师 我不是很能理解 就是这样的 这招浸泡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 这招棋有点太消极了 实际就直接跳马就可以了 跳马 对 那么这招浸泡以后 唐丹也是抓住一个要点 赶紧还是对兵了 下一步棋 黑方应该是直接吃掉 比较好 那么实战中 他马七进八 显着可能有点想多了 他可能想气象困居 但没有发现居实际是困不住的 下到这 红方吃掉一个象已经占优了 黑方如果说想困居就退马 但是你退马实际困不住这个居 咱们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退马 红方飞向 飞向 黑方落下 退居 打居 浸泡 挡住了 如果你说采取战术 不走这个 哎呀 这个怎么办呢 但是人家有一个巧招 对 你不能打居 打居要杀底居 杀底居一将 他这样别做这个居 所以说这个棋 就不能这么下 那么实战中 我估计他可能又看到了这个问题 赶紧临时又调整了自己的变化 那么跳马 跳起来了 对 黑方跳马 这个时候黑方出局一抓 那么红方这时候有一个巧招 一打 没有办法 吃掉 杀掉 那么红方吃相以后 由于可能是黑方误算 丢失一个相以后 阵形显得有些凌乱 完了红方又借助这种巧妙的交换 给黑方的这个底线 留下了一个重要的 一个重大的空单 对 非常的不利 对黑方 那么黑方越马 也是争取吧 利用前线子力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抗衡的机会吧 马七年六 进胖 你看唐弹的这个招法 非常的快速 抓住战机 迅速的越马进攻 退狙 马再越 一二三四 连续的冲击 现在黑方没有办法 弱势 对 那么正好 聚三平五一将 对 不方中先将 不是 红方这招去下得非常的冷静 叫沙 直接叫沙 那么他马跳 红方将军 将军 出来 除将 唐弹这个时候走的是一个 非常老练的下法 他并没有去将军 实际将军也可以 也可以 他选的是居五平三 居五平三 但如果将军怎么办呢 其实将军那个 红的招法也很巧妙 我觉得我会点居 对 他呢 这个是居啊 他直接退到这儿来 让你去抽姜 你老师我姜 他可能就上架 我把你的居吃掉 但是他 浸泡一打 哎呀 这个棋 黑的也很难办 黑的恐怕这军要气黄了 要掌军了 打过来之后 你要支持人把军打掉 红方也是不错的 但是迎起来不是那么简洁 那么我们看唐弹给我们展示的 是如何简洁的获胜 他没有将军 他是直接平过来了 直接平过来 那么黑方一看这个局 确实是下一招 只要一退军 马上这个形势就不好了 黑方下了这招棋 我觉得这招棋 它是有优敌深入的意味 就说如果唐弹说贪小便宜 说吃鞠的话 比如说将军 上将 我一将军 那怎么办呢 知识 说贪个小便宜 把鞠吃了 那么黑方马上就 采将 对 反败为胜了 所以这个企业 这个唐弹自然是不会上当了 那么红方退居 黑方 金马 采 红方现在非常巧妙 退胖 好妙 这样弃居 吃掉 吃掉 下到这的时候 唐弹一招项武退期 很干净利落的 把这盘棋就结束了 结束了 绝杀 下一招 平炮绝杀 对 这盘棋唐弹发挥的也是非常的稳健 当然刘豫仁小将 可能终局有一些误算 本来也是不错的形式 结果就是一下就崩溃了 就是气象的这个战术 尤其是像丢了以后 对 气象这招没有算好吧 对 就可能忽略了人家可以平炮的手段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